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行了 谢谢啊 好的 这个小大哥 提前预祝你啊 考证成功 一定要成功啊 基本上没问题 那我走了 走了走了 不问喇叭都睡觉呢 我这么走了啊 可能北京的河海许多漂泊的魂 可能城路无销就惯有群孤独的人 可能枕边有微笑才能暖你清晨 可能夜空有流星才能找你前行 可能西岸城墙上有人誓言不分 可能要去到哪里才算爱得认真 可能谁说要陪你牵手走完一生 可能笑着流出泪 某天在某时辰 咱们现在跑了快400公里了 进入湖北的武汉境内 这边太阳老大老热了 今天中午为了节省时间 咱就不起过烧油了 去服务区 按着常规惯例 咱盘一个自助餐 盘子很小 给个盘子给个碗 30克盐自助餐不限量 但是这个配置 餐具感觉像吃河饭 差不多吧 味道还可以 味道不错 鸭肉很赞 还有紫菜汤 然后还有这个免费的汽水盒 一般情况我的饭量吃自助餐是不会亏的 吃好了继续赶路 走 我一般很少会吃坏肚子啊 因为我都像鸡毛一样铁肠胃 今天这顿饭吃完还没到一分钟就来反应 刚刚从服务区出来 洗把脸刷个牙 换套衣服啊 咱们最后27公里 就将到湖北金门 到张总的背驼 房车厂 干干净净的去看我的新背驼 这一阶段的旅行 咱们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了 C6拿到手 从明天开始 测试背驼 给坦途做粘剪 然后整装待发 继续在路上感受行走的力量 咱们这次出行去合飞增加C6 历时一个半月呀 时间就如白鞠过戏 好在一切顺利 C6稳稳拿到手 新背驼呢也做好了 马上就能看到了 现在咱们回到 工业园区了 然后马上就 到柚子房车 厂房了 张总想没想我 好想你好想你 这一别这快一个月了 一个月零十二天 我的妈我尽最大努力了 我是 很用心用心的 一把就把驾照拿到了 看看我的新背头在哪里 哇中间那个就是我的吧 朋友吗 张总这边效率真高 把咱的新背驼做好了 哎呀 哦呀 哇 抽拉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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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不错 很好很好 你踩 放心踩那个地方 哦可以了 我们改了这个板 没那么容易 OK 哎呀 这边再打点胶就好了 就他光临 打点包省着进灰 坐一坐这小桌子 咱们看一看 一摇 咱们又见到张总了 后面这辆车 就是 张总为我私人定制的 新款的坦途的背驼 今天不做过多介绍啊 然后明后天咱们正式交接的时候再仔细拍一拍装车视频 包括内饰啊 等等等等 朋友们咱们成功回到了湖北金门到了张董的柚子房车的厂区了 啊 开了七个小时 600公里 现在呢还不能休息啊我得把这个 F10那个背头方向拆下来 然后顺便在 金门这边给咱的坦途做个粘剪 哈哈 回来了 一个多月啊 一个月 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 你跑得挺辛苦的 家的考到手啊 拿到了 那就咱们现在就把它拆下来马上去粘剪 对我马上去给你拆下来 然后你去联剪 联剪完是 到处测试一下新被图 你的那个专用的你的自己的给你装上去 哎呀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了 谢谢 好 大街过往的人 一夕的 往事 有些小路总是浮现我脑海 总是在每一个 孤独的 我一个人 叹紧到身边 我多么想告诉你 在这些奇妙音符里 我听到善良诗句 一个光明的诗句 我开始惊心倾听 风吹风树叶的声音 咱们现在去检测线去抓紧时间做个年检吧 现在四点钟了 估计还来得及 距离目的地是11公里 看这边有没有超市买点东西 张总找了朋友帮忙 咱不能空手过去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江湖是人情深